今天我们继续建设 我和猴兄的小刘鹏 今天我和猴兄都还没有吃早饭和午饭 过去到小木屋之后 我要先做我们的晚饭 因为我们的晚饭需要一定的时间 然后再开工 小刘鹏 今天我要给猴兄做出来 我们需要两把小椅子 野营的基本用品 我们的晚餐也要同步进行 因为我们的晚餐需要的烤饭时间很长 先准备几个木棍 做烤架用的 今天的晚餐 非常豪华 两只可爱的小鸡 我知道,鸡是很多小伙伴们的最爱 今天我们 要先把鸡腌制 这个鸡是没有腌制的 我们把鸡肉划开 这样腌制才能够入味 腌制简单,用点盐就可以了 今天我要做一个简易的烤架 把鸡肉撑开就可以了 把鸡肉撑开就可以了 做出最后参考的 就是平手上挤了 你把鸡肉撑开 还有鸡肉刀 还是平手上挤 这个厚 这里面在鸡肉购th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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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先一会儿 如果有点试试 我就可以试试 再这样吧 再处理vos 再处理那样 再次要beit 再次用出来 配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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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鸡 我这个烤的不太好 焦黄的 慢点,我不会强 野菊花用来刮油 非常好 关于咱们的营地 之后还会再扩建 这边只是一个小的坡棚 还会在侧面增加一个坡棚 中心位置 专门烧烤的 烹饪的一块区域 慢慢来煎 味道非常不错 慢烤,慢火来烤 比快熟烤要好吃很多 你不可能该吃点 有点快熟烈烤的 不过冷了 几张走